有多久没有被真挚的情感感动到流下眼泪 有多久没有听见贾伦的真心话 一辈子活在自己的阴影下呢 如果以上你都有命中的话 也许这部电影能够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 我是嘉一 今天要来分享 让你又哭又笑又暖心的电影 奇迹给总统的一封信 剧情讲述男主居住在偏乡地区 过去我们要去到另一个地方 就得透过唯一的大众交通工具火车 那男主为了向总统表示请求 每个月会记上好几封的请愿信 只希望总统能够帮助他们 好在村庄里面建立一个车站 让他们不再需要为了通勤与个人安全来担忧 没想到男主在进到高中之后 遇上了一个女神 当他得知男主有在写请愿书之后 开始当其他的军师 甚至帮他重新面对内心的创伤 电影的剧情非常丰富 不只使你犹如洗了一场三温暖 还彻底服务了你我 那怎么说像洗三温暖呢 那剧情可能上一秒再斗了你我 下一秒就变成内心戏 感受主角们内心的波动 再透过层层堆叠的情绪 不断催促着你我浇出眼角内的泪水 而电影非常清楚自身的主軸是什么 即便前期透过较为轻松的调性 让观影的大家能够哈哈大笑 但电影来到中段之后 开始给观众大反转 不只将前头所埋下的伏笔一一串起 甚至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 一戏之间你会发现 整部电影在剧情上面的铺陈 是非常用心的 每个画面与每段对话都有其含义在 不单单只是一个过场而已 男主在上高中的第一天 追着摄影师拿捧花拍照的时候 那摄影师疑惑的问号说 你确定要这样拿吗 那男主不假思索回忆 对没有错 明明镜头前面除了男主 还有男主的姐姐啊 那为什么摄影师会说出这么奇怪的话呢 直到中段透过角色间的对话 才发现到 原来姐姐早在开头的时候 离开了男主 现在的她只是一个鬼魂 只有男主才看得到她 如果以嘉义的看法 我个人觉得 姐姐之所以能够存在 其实是因为男主的愧疚 毕竟当时火车到来时 他们一伙人其实是可以安全度过的 但是姐姐为了取回男主得来不易的奖杯 伸手一抓却因此掉了下去 而这一失足 男主再也找不回她的身影 从此 姐姐的身影便出现在她的身边 因为男主的愧疚生成了她 也可以说是因为男主不能没有她 姐姐为了满足她的愿望 于是幻化成另一个模样 陪伴在男主身旁 有时候我们会被愧疚感捆绑 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如果当时没有做出这个决定 是不是对方或是家人 就会逃过一解 但是那都是事后诸葛了 事情会发生一定有它的原因在 即便你再怎么努力想要挽救 发生了终究还是发生了 我们只得接受这样的现况 努力成为不浪费生命的存在 要为没能够继续陪伴在身边的那个人 回得比过去更有意义 剧情接着来到男主与父亲的隔阂 男主一直认为父亲看他不顺眼 是因为他害了姐姐 才导致父子的感情失和 甚至连对上一眼都极为困难 直到老师亲自找上的父亲 告诉他说男主其实是个天才儿童 如果错失了机会 会非常的可惜 也是因此男主跟父亲才终于重启了沟通 在对话过程里面 我们一步步了解到 原来男主过去的猜想都是错的 因为当时火车上的驾驶员 正是男主的爸爸 身为害死自己亲生女儿的驾驶 那种内心的纠结与难受 绝对超乎你我的想象 为此爸爸还一度想要自杀 还好是男主发出了声响 才使爸爸想起除了女儿之外 如果自己一走了之 而是该怎么办呢 在各种内心纠结之下 父亲决定从此不正视男主的眼睛 因为看着他就会想起失去的亲人 家人住在一起久了或多或少都会有摩擦 那小事可能很快就过了 但如果是遇上生离死别 那状况就会非常的复杂 如同电影里面的父子 他们内心都有着过不去的坎 再加上他们不愿正视这件事情 才导致不合的状况出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 无论是家人朋友另一半 因为关系过于熟视 反倒变成了一种阻碍 一种阻碍双方沟通的关系 明明内心有很多想说的话 却碍于自己拉不下脸 进而放弃沟通的机会 许多来不及说出口的话 只能够等到对方淋漓而去的时候 才后悔没能够说出口 相信这不是你我所想要的结果 如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就得从先了解自己 明白怎么做会最好之后 一切自然会找到解答 最后来聊聊女主吧 打从一开始 她就知道男主与众不同 在得知她想为村落建造简易车站 于是不断寄信给总统 希望能够得到正面的回复 她开始当起了小老师 小到纠正错字 一起写信给总统 大到帮她思考如何跟总统见面 甚至不断给予男主鼓励 让她相信自己的能力是好的 不应该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 你的人生在哪个时候 遇到一个心灵导师呢 她可能大你不少 也有可能跟你同睡 但她的出现 让你对于自身价值 开始有了不同的转变 从一开始的迷茫无助 找不到人生目标 到最后发现自己与众不同 甚至有能力帮助更多 跟过去的自己 一样迷茫的人时 你会意识到 有时人的改变 不需要大起大落 只需要一个对的人出现 带领你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就能够改变你一成不变的人生 总结而言 奇迹给总统的一封信 真的是部金言必看的暖心之作 整部电影有太多太多亮点与细节 是无法在一部影片里面 说清楚讲明白 这部电影是需要进戏院 牵制感受其电影的含义 并细细的品味 原本以为本片只是打着明星的演员名号 电影本身可能没有什么亮点 那是因为嘉义的朋友一直推荐我要去看 不然差点就错失了一部好电影 如果你喜欢在观影过程里面 得到不同的感受与收获 又或者你与家人正处于尴尬的时期 不知道该怎么样突破盲点时 奇迹给总统的一封信 会是你的好选择 当影评上线的时候 有可能电影也下档了 但真心推荐大家 等到二轮上档 或是线上平台有电影的时候 一定要看一下这部电影 能够让你体验到 何谓三温暖般的观影感受 我是嘉义 我们下部影片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